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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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柴家降富贵传家 只可惜 平阳公主偏偏生了第二个儿子柴令武 柴令武这个人不像他的大哥柴哲一那么聪明 但是由于出身好 依然被李世民招为驸马 柴令武觉得自己是高祖太武皇帝的亲外孙 又是太宗文皇帝的女婿 自我感觉相当的良好 李世民只有一个一母同胞的亲姐姐 对姐姐家的两个儿子 自然是高看一眼 柴令武觉得自己很牛 就谁也不放在眼里 柴令武跟谁都不对付 唯独和李太玩得好 李太与李承贤争斗的时候 柴令武加入了李太的阵营 李太失败之后 柴令武没有受到很大的牵连 依然被舅舅监阅父李世民重用 李世民聚照 感谢原作者李世民驾崩之后 李治登基称帝 柴令武觉得李治没用 看不起李治 居然想换皇帝 换皇帝的事情 首先得有个拥立对象啊 柴令武的拥立对象 是他的九九金王李元景 李元景是李渊让儿子 李世民驾崩之后 李元景是李渊活着的儿子里面的老子 换皇帝的事情 还得有作案同伙 柴令武的同伙 是大名鼎鼎的房依爱 房依爱和柴令武一样 也是李世民的女婿 柴令武和房依爱 到底谁先提出换皇帝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一般人认为是房依爱提出来的 不管是谁先提出来的 反正他们就是想一起换皇帝 房依爱和柴令武两个联金 一块合计换皇帝的时候 他们的姑父薛万彻也掺和进来了 薛万彻是李渊的女婿 在贞贯末年被处分了 三个李世民家族的女婿 搅合在一起 想把李世换了 换上李元景 问题的关键是 换皇帝的事情 不是戏台上唱戏 说换就换了 柴令武和房依爱的阴谋 终究还是被长孙无忌发现了 李元景和薛万彻 房依爱被刺死了 柴令武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只好一挂解千仇了 李世巨照 感谢原作者柴令武死的时候 还不到四十岁 当时的他 已经绝封襄阳郡公 官拜为周四使了 大家要知道 唐朝的刺身 已经是从三品官职 唐朝的时候 五品以上三品以下 就是通贵了 再往上升半级 就是三品清贵 就可以穿上鱼仔像平起平坐 的三品紫色官服了 我敢断言 如果柴令武不作死 按照正常的轨道 他踏实实作官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三品清贵 他才三十几岁 离三品清贵 只差了半级而已 柴令武要是老老实实做事 他应该还有三十年左右的仕途 他只要脚踏 实地的刀 就能熬出老子力 绝对可以把那半级给跨过去 只可惜 历史没有如果 柴令武非但没有跨过那道看 连小命都丢了 柴令武自己死了还不算 还连累了大哥柴哲薇 柴哲薇的仕途 本来是顺风顺水的 结果被蠢货弟弟连累 成了反贼家属了 谋反是诸族的大罪 如果李治严格按照律法处理 反贼家属柴哲薇就死定了 柴哲薇毕竟是平阳公主的儿子 毕竟是李治的亲表哥 李治看在姑父和姑父的面子上 没有处死柴哲薇 柴哲薇再怎么说 也是反贼家属 李治不杀他 已经使法外开恩了 柴哲薇能活命 已经不错了 仕途肯定是不要再想了 平阳公主女中豪杰 柴哲英雄了得 夫妻二人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打下了荣华富贵 却让蠢货儿子柴令武给带霉了 如果柴哲和平阳公主悬下有知 见了那个坑爹坑妈坑大哥的柴令武 肯定会抽他几个大嘴巴子啊 参考树木资质通鉴 心就两堂说 随堂往事系列贴文 流亡服刑原创 马四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也不想到几个小休戒 还没给你看看更多责任编辑 真有邀请 你给看更多责任编辑